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道理大喊 大家今天很不合流 大家不要緊 我們這星期仍在講氣功 星期三的時候Bruce很開心 Asahi很開心 收到一些新的方法 可以治療自己的 還有我們有沒有問師傅每一早要做多久 你說總之有空就做一下 沒有時間閒的 好了 我們今天想講些什麼 繼續招數 你說的氣場 剛才你是怎樣感受我的氣場 星期三我們看到師傅摸Asahi的時候 很清晰地感覺到氣場 這些我們想知道和我們New Age裡面的Reiki 喜歡為人知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不如先說這件事 讓我們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學到 好像你剛才這樣 已經可以幫到人 剛才我們看到你查到 但就未看到你去打通 沒有化氣 沒有去到做 不過這些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學得到的 還是要有慰根 我覺得應該學得到的 其實是一個sense 是我的手掌的氣和對方的氣場的一個反應 我會知道他那裡塞 那裡通 我那裡弱 其實所謂虛或者塞 其實都是同一回事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有點不同 有時候我甚至查到一些人 他這個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其他人感覺過 我也想找到究竟他是怎樣 即是你都摸人無數了 所以是經驗累積 會不會 挺經驗累積的 因為一個感覺是 很難告訴你 其實這個感覺是什麼 反而總之是有些特別的 就有些東西了 要不就是你頭頂是強的 那個很明顯的 這個我自己也感覺到的 你這裡我也感覺到 但是有些人沒有的 沒有開墓的 其實心裡很多人塞的 是 那裡有感覺到 其實可以做些 例如你把那個戲拿出來 即是你感覺到我心裡有塞 你剛才就 我覺得我也是挺有一點 就是有些情緒要清理的東西 不是大件事 挺開心的 有些是很塞的 塞到我試過 你覺得那裡會閃著 我的反應很強 就是有些是通不進去 你會覺得那裡的手 是阻力很大 還是 是氣的感覺 有時候回到我的身體 所以在我的身體又會感覺 我試過拿個人的心的氣 有些我也覺得有些傷感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 即是你 感覺到他的能力 是的 其實是一種channel 是一種感覺 channel 都是很 有感覺在裡面 最主要 所以不是頭腦的東西 不是頭腦 所以你自己 找多些個案 自己去練習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你去練習一下 你不一定只要摸人 你摸樹也可以 你摸狗也可以 摸貓也可以 都可以練習到 是的 那可不可以自己幫自己找到 即是怎樣 那些觀眾 可以的 你自己試試感覺自己 不難的 其實氣場是有很多層的 氣場是有很多層 有七層的 但通常我們去不了那麼遠 如果你真正氣場強一點 你明顯感覺到 我感覺到第一層第二層 你三層 感覺到的 其實不是隔得很遠的 不是隔得很遠的 不過越開就越遠 OK 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走到很遠 慢慢去檢查 咦 是這裡的感覺 你通常是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鬼 明白 L字那個東西 整個東西 測能量那個 測能量那個 我就用手 又是練開 還有我發完氣之後 通常我的氣場都會漲了 OK 我通常要幫他打通 因為這個就是 起碼他身體都會立刻好 因為你這些收費很貴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他一擀架了一下 我們不如去看看 這些檢查能量 或者是 好像能量治療的東西 和坊間 不是坊間 New Age 裡面現在的 Rikki Sakam 那些的不同之處是什麼 有哪些是你可以說 這些我們有 他們未必有 我沒有學過Rikki 沒有學過Sakam 但我知道他們 Channel能量下來 去做事 我都給了能量進來我身上的 但是我做很大的Granding 是 一定要Grand實自己 其實我會把氣場撞闊 然後去做事 但是如果有些不舒服的東西 我會帶到地上 OK 一起做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 有些挺強的 有時候我的氣是 我真的覺得 巴巴聲 這麼厲害 是的 你的意思是 Channel下來的氣 巴巴聲下去 還是你自己 是你病弱的氣 不是 我自己發出來的氣 其實是一個總和 有些東西進了我的身體 再出去 是的 因為我們 有些不同的就是 我們是練的 我們不斷練 練強自己的氣 那你練的那個氣 它是在哪裡來的 其實我們練的時候 是打開 打開也借助宇宙的氣 但是後來的結果 就是在身體上 在身體上 接了那個氣 在宇宙上接了 就是儲存在自己的 這個human body 我們跟宇宙的氣一起練 因為我們動的時候 其實不僅僅是 我們身體的氣 因為我們都是一個 為什麼要放鬆呢 放鬆是打開 打開你就跟宇宙的氣一起動 但是因為動的時候 我們在身體裡動 所以氣會繞進身體 我們是B形 所以整個我們的氣場 我們的氣 的energy system 都會慢慢練到越來越強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特徵 因為有些channel能量的 是沒有練的 不練的 是純粹channel 所以很大程度是完全不關他們的事 是 但是我們就關他們的事 但是我們也練習 所以grinding很重要 對我來說 那grinding我們又可以了解一下 你們是會做些什麼去grinding 什麼動作 是不是都是 練grinding的時候 都是在練氣功 應該是嗎 是啊 已經在吸氣 其實氣功的動作已經是由grinding設計的 所以我們多數是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已經grinding了天地人 人在中間 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 這樣做已經是將氣由天 或者地通過天地去回身體 或者由天去人去回地 整個系統大致上多數都是這樣做 所以一玩氣功 其實已經是在玩grinding那樣的 嗯 而且我們又很在意 就是很center 因為你站著嘛 你站著要站得正的 所以也會很center 其實我自己覺得 centering和grinding很接近 嗯 你站得正 自然的東西走得很入去中間 是的 也都幫那個能量坐實 而grinding其實是兩種東西 一樣就是grinding去身體 嗯 所以能力去身體 就是去得很順 嗯 第二就是grinding去地下 所以我連接大地的時候 連接得很好 嗯 所以治療的時候 其實你很需要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令到地下吸收到 就是不要的能量 嗯 那裡挺重要的 嗯 即是說呢 就憑那個基礎的動作 已經是在做centering和grounding 是 即是centering是甚麼 你說中 中正 收回正中 相正中 以及接地氣 這兩個東西就是 每一個動作上都已經是大動作 不特別需要怎樣再去練 大多大小都有的 但是當然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加grinding 更重一點的動作 嗯 因為的確有些 其他partitioner找我 嗯 就要我幫他做grinding 嗯 那我就教他grinding的動作 嗯 因為其實 就是蹲下的東西 就是 有些像是暫妝已經是 是的 暫妝很實的 暫妝就是這樣站 就是站的馬步 但是一些人說 女士會不會怕 說我練到腳粗 暫妝? 暫妝練到腳粗 那跳巴林沒有腳粗 你要這麼說 我就是 我睹到這麼高 都會腳粗 那些是jeans 我覺得那些真的是jeans 都是 其實不會太腳粗 因為 似毛影凳的 其實差不多 是 但是 其實高就不難的 低就難的 是 它會令到腳是再 反而我覺得是收實的 其實我全身肌肉最強就是 收得最實的就是腳 大一點 收實的 它不是說一定 因為你要重才大 反而你不要那麼重 你自己走 你說要去到很低很低 那可能肌肉要符合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過份 是收實的 你意思不是那麼過份 就是你不是蹲得太低 是的 不是要做到很強 因為 其實 暫妝可以很強 嗯 嗯 因為它那個氣 吹上去上面很厲害 嗯 所以有些人只是教暫妝 的 是 但如果只是教暫妝 又少了些東西 因為偏了一方向 是 是 又可能對膝頭 會負荷得太厲害 是 所以我不會這樣教的 就是我不會教 這個強 做這個 通常要平衡一點 嗯 又或者有些動作是不需要這樣負荷 但是氣感也很強的 嗯 那就教那些 嗯 師傅 那有什麼為之不 Grounding 我都聽你或者是 在身心靈教裡面 經常都有人說 你不Grounding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阿力剛剛說的Grounding 這件事 對於你來說 你怎樣去演繹呢 比如這個人 你覺得他不Grounding 有些甚至來找過 他一玩能量 他就轉 嗯 我見很多是這樣的 就是他已經 因為他一鬆就已經這樣 嗯 其實他這個 我覺得他不Grounding 因為你真正的能量 不需要這樣 鬥來鬥去 嗯 就是落下身體 很清晰的 但是跟著 在行為性格上 都可能會有 嗯 就變成他不實際 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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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因為他想的事情 他想了上面的事情 嗯 我很想快點上去 但是這些事情 他就不會理 就是有時候 行為會是這樣的 我也看到這些人 嗯 講話講得好像很高的 但是真正生活 你見不到他 很實在做得 就是很清晰 就是有說沒有做 就是講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 就是不關定了 是不是這樣 就是會講一些 很精神的人 但是就 只是講一些 嗯 但是生活上 可能其實就 不是那回事 那其實就表示 他們站得少 他們應該站 站莊多些 站莊就是我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說的 我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 我們練的能量 會回到身體 形成性格 是 是 真的會的 就是氣變就是質變 就是氣質氣質 是 我覺得是很像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的能量 是 我們練成怎樣 當然就變成那個能量 是 所以我們練氣 很ground 很center 那個人也是這樣 我發覺 嗯 嗯 那彩氣呢 我想知道 就是 會不會有些練到 其實可以教你 加快一點 那個進度 你不用只是自己練 你可以彩大致的氣 或者甚至乎 你都不用怎樣吃東西 其實是不是可以 有些 癖谷的部分 其實 氣功入面 我覺得現在吃東西 就是我們慣性 你怎樣令到自己 越來越不習慣 那你就越來越不用吃東西 是 是 就是 通常做完東西吃東西 那你是一個習慣 你覺得 而且吃東西很多時候是為了 交替 去release那個stress 你覺得不覺得 喝啤酒 還有 總有一些東西 你看我名字也叫Asahi 總有一些東西 但是 如果你說我不想吃東西 其實吃東西有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是當了一種 吃東西很開心 吃東西 那你沒有那麼不開心 因為人生有時候 都挺不開心的 很多stress 那 變成他更加難去 不做這些 脫離一點 是的 但是你越是 你不覺得很需要 那你不會做那麼多 是 那氣功在這一方面 都可以有幫助 就是說在情緒 譬如那個人 很抑鬱的 那他是不是練氣功 或者有些動作 或者有些什麼 有的 有的特別是幫他 通心論都有的 幫他通心論就是你幫他做治療 我知道 Laurence師傅 你有 其實有三大範疇 應該是吧 一個就是你幫他們 去到治療 通 你剛才說如果他是抑鬱的 或者是感冒的 可以通通通 是否 都幫助到 醫生都沒有 不過感冒如果有細菌 你都要自己去那段時間自己去搞定 是 因為有細菌 可以培養抗體出來 你培養你的抵抗力 你的能力對抗病毒會強一點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那個就變成你要長期自己練 不是說你一來到他 就是這樣做你兩件事 你就好起來了 還有感冒是自然的現象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不需要太在意 有什麼大疾 就是可以存在的 可以存在它的價值 它在練你的抵抗力 是 好了 這節時間夠了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還有一節 再談一談 像畫面嗎 一戰爛 有什麼小孩 我希望談到 好 好 有什麼想像 那就是 如果你 dit 你嘗嘗 如果有什麼想像 你就會找你 你拼了 你可以先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